嘿?嘿? 呵呵呵 我在幹嘛? 嗨 各位粉絲新聞頻道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彥宇 歡迎來到開箱爆爆的時間 今天場景很特別喔 但是一看到場景啊 應該就知道我們是要來開箱哪一支手機吧 沒錯 就是一支雙螢幕手機 究竟是哪一支手機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也記得先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影片正式開始 究竟是哪一支雙螢幕手機呢? 這個名字要好好唸喔 就是我們的LGG8 不太對喔 我們再來唸一次 LGGX 沒有唸錯了 LGG8X ThinQ Dual Screen 雙螢幕手機 這型號唸出來不得了 我們把它打在下面 露露燈 好 非常的厲害 光聽名字就很厲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機吧 其實這一次我第一次拿實機上手 那這一次在台灣販售呢 它就會直接附上就是LGG雙螢幕的一個模組的配件了 所以等於你買手機 那就會給你一個是雙螢幕的這個配置 那其實從外觀來看呢 它這個是鏡面的 我個人覺得還蠻好看的 那它在外面呢 其實也有一個小小的2.1吋的螢幕 就是可以顯示時間啊 來電啊 然後日期啊等等 那它是鏡面的話 其實可以當作鏡子來使用 那整個手機呢 主體呢 是6.4吋的OLED螢幕 那搭配的另外一個雙螢幕 同樣也是6.4吋的 所以等於你會有兩個6.4吋的螢幕 那整個握感感受起來 我覺得對女生來說 還蠻厚重的 有一點大 那它整個重量呢 大概這個本體大概是190多公克 那這個大概是130多公克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300多公克的重量 所以我覺得會有一點點的手感 那再來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它的硬體規格 除了像這個雙螢幕之外 那它這個軸層呢 是可以360度這樣的旋轉 所以你的兩個螢幕是可以這樣看的 好 那我們一樣可以把它 有很多角度可以做變化嘛 那我們先來看背面呢 其實可以看到這一次是一個雙鏡頭的模組 而相機的配置呢 是一個是1200萬畫素的主鏡頭 另外一顆是13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所以從模組的配置來看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這次其實並沒有長焦的鏡頭 而在超廣角方面是130多度的超廣角 前鏡頭方面呢 可以看到是相機這邊有一個水滴型螢幕的前鏡頭 那這次的前鏡頭是3200萬畫素 我覺得前鏡頭的配置還蠻不錯的 不過很多人會覺得說 欸明明這個配置的螢幕 它其實這個水滴也一樣設計成水滴型螢幕 可是它其實並沒有鏡頭的配置 有人會覺得說意義到底在哪裡啊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跟就是 內部的人聊天啊 那他們是覺得說 這樣子設計上會比較對稱跟平均 可能不會看起來說 我這邊是不是輕輕的 然後這邊是不是重重這樣 所以也蠻有趣的 就設計了兩個水滴型的螢幕 不知道大家怎麼覺得呢 那說到這隻手機最大的特色 當然就是雙螢幕的部分啦 那可以怎麼來操作使用呢 所以基本上最基本的就是 它可以多工來處理嘛 所以一般來說 例如說我這邊我是開了一個 Maybe 我來看一個YouTube好了 那我另外一邊我可能也可以編查 例如說這個影片的資訊啊 或瀏覽網頁啊等等 那雙螢幕呢 其實它在就是整個桌面上呢 還有內建一個雙螢幕的快捷鍵 來可以做很多的變換 例如說我想要用這個網頁呢 來做全螢幕的檢視 那我們也把它打開 你看這樣就可以變成是全螢幕的檢視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因為畢竟它不是真正的折疊螢幕手機嘛 所以可以看到中間會有一個隔線 那可能就變成是網頁的畫面比較廣了 那中間這個隔線大家會不會習慣呢 那可能就是要看每個人不同的使用者體驗囉 我們剛剛雙螢幕的部分啊 除了可以開多種的APP 然後跟網頁瀏覽變成雙螢幕之外 我們這個快捷鍵也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像是其實你按了之後 我們剛剛就可以變成是說 讓螢幕上顯示雙螢幕 所以網頁就會變成雙螢幕的顯示方式嘛 那我們簡單按這邊的話 其實它也可以關掉這個螢幕 然後來達到就是省電 或你只要有用這個手機的這個效果 那我們一樣可以很快速的把它來開啟 那另外啊像是檢視網頁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現在有了這個網頁 我隨便點進去 那我可能想要開別的應用程式來看 我一樣可以用三個手指頭滑過來 這個網頁就跳到我的左手邊了 那我另外一邊可能就會開啟 例如說我想要聯絡我的聯絡人啊 或我要傳訊息給他等等 這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另外呢在網頁瀏覽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配合這個APP來做使用 是一隻鯨魚 像我們打開 例如說我們在瀏覽新聞 我這個螢幕呢要做鏈結的話 我這邊按下鏈結 那它現在螢幕是連在一起 譬如說我隨便按一個 我可能對這則新聞有興趣 我按進去之後呢 這則新聞有點像是開分頁的感覺 它就會開到我左手邊的這個螢幕的這個頁面 那我一樣可以繼續滑 然後我會看我這個頁面 我對這個新聞又有興趣 我一樣在按 它又幫我開啟另外一個分頁 就有一個不同分頁 然後可以瀏覽比較多資訊 在一手當中 我們雙螢幕除了在瀏覽網頁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有趣的功用呢 其實在拍照的時候也蠻有趣的喔 我們打開相機啊 不是通常只會有一個畫面嗎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快捷鍵 點開來 其實就可以有這個雙畫面的顯示 很多人覺得我要看兩個相機畫面要幹嘛 那像是我們有些特殊角度要拍照的話 例如說我們在演唱會啊 可能人很多啊 我們要把相機拿得很高很高很高的時候 那我們另外一邊的螢幕也可以當做一個翻轉螢幕 來調到比較適合你視角的角度 那或許我們有的時候要拍一些比較矮的花花草草啊等等 所以我們整個人也不是要低到很低去看到這個螢幕的畫面 那我們透過類似像翻轉螢幕的概念啊 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在拍什麼 我覺得這部分也蠻有趣的 那當然啦 就是例如說我們拍了一張相片之後 我們這邊呢 例如說也可以一邊是當檢視照片的頁面 然後另外一邊是繼續可以拍照 有沒有 我們就可以隨拍隨看 那甚至我可以在這邊來立馬做編輯啊 修改啊等等 然後再自己拍攝一個好的角度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使用方式 這麼多雙螢幕的有趣的用法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是你愛打手遊的話 也是一大福音 就是說它在遊戲的話 可以變成是遊戲的螢幕呢 是放在上面的螢幕 那你可以把你的手機橫向來使用的話 下面可以當作它的是遊戲鍵盤或把手 那LG它們裡面內建了像是遊戲的中心 所以它可以設計大概四五種 甚至你可以自定義 自己習慣的操作把手 有點像是 其他像是電競手機 遊戲手機 不是會外接一個遊戲把手模組嗎 那它就把就是上下螢幕做切割 那下方呢 就可以來當作遊戲的把手來使用囉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自己去體驗看看的話 應該也會還蠻不錯使用的 最後跟大家來總結一下其他規格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剛剛我提到它是一個配件嘛 就是雙螢幕的配件 所以其實它拆解其實也蠻方便的 我們可以很輕鬆的拆出來 然後再把它接上去 可以看到裡面是一個Type-C的接頭 而它在配件的外觀呢 其實有一個磁吸磁扣式的Type-C充電器 所以你不需要把它拆開來才充電 那你也可以直接來做充電 那我們其他看配置的話 也是包括它有3.5M的耳機孔 然後Type-C的充電 那另外在電量的部分呢 它是一顆4000mAh的大電池 不過呢它的另外一個螢幕本身 其實它是並沒有配置電池的 所以你雙螢幕的電池呢 都是用你手機本身的電量 那當然你把這個螢幕拆開來之後 手機本身也是可以單獨做使用的 那另外大家關心 像是處理器 這次也是使用是高通855消龍的處理器 那另外在容量配置還有其他規格 以及售價方面呢 我們就把詳細的資料 我們就放在旁邊 給大家做參考囉 最主要我覺得是雙螢幕的設計 那這個部分其實 目前市場上已經開始出現 像前陣子 例如像Ford 還有像Moto 還有像華為都吹出所謂的 翻摺的全螢幕 翻摺的柔性品手機 但是目前其實雙螢幕 算是一種新的應用模式 讓消費者可以同時開兩個應用程式 甚至多應用程式的新的操作 但是這個目前如果是 以柔性螢幕來講的話 它目前還有一些不可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是沒有保護玻璃 再來是價格做過高嘛 例如像它可能動輒就是6萬 甚至到10萬台幣 那目前是LG的推出這種 它以配件方式呈現的 其實這樣模式以前 也有所謂雙螢幕手機 以前中芯跟NEC有出過 但是以前規格比較弱 然後又不能分離 那在自己配件方式 我倒覺得蠻巧妙的 因為對消費者來說 你如果在辦公室使用 或家裡使用 它就是一個雙螢幕 你可以拿來看劇 你可以拿來用雙螢幕 那你如果說例如像出外運動的時候 你不想要攜帶雙螢幕 你可以拆下來 它就是單純的一個手機 老實說其實我也覺得蠻新穎的 因為現在手機大尺寸 其實做到最大 目前以三星的Note 10 Plus 已經拿到是6.8吋了 那你接下來要更大的話 你只能朝的所謂的折疊發展 或者是兩個螢幕 也就是說這次LG 它推了雙螢幕 那雙螢幕 最大的好處是 你在多工處理上面 你會更方便一點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今天可能用一隻手機 那你可能在傳Line WeChat 在跟可能老闆在報告 但事實上你可能另外一個螢幕 想要偷偷偷懶一下打Game 或者是想要看一下YouTube影片的時候 這個時候如果有兩個螢幕 就喬到紅處了 那或者是你把兩個螢幕 變成一個延伸 變成 組起來變成一個 你畫面 可能YouTube影片 可以把它變更大一點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看的視野可以更寬廣 我相信這個是大尺寸螢幕 最大的一個優勢 最後來總結一下 我自己對這個手機的心得 其實如果要問我的話 我真的是還蠻喜歡 例如說不管像摺疊 或雙螢幕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是一種手機的創新啦 可是你說使用上真的 有沒有那麼實用 或者是使用習不習慣 我覺得這可能要等之後 有一些新的設計出來之後 可能自己在體驗之後 我們才會比較更有感一點 不過另外呢 這隻手機我自己非常喜歡 是它的前鏡頭 有3200萬畫素 那我剛剛在實際實拍的時候 也真的還蠻喜歡的 那以上的資訊 還有新機的一些規格 我們就提供給各位朋友參考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開箱爆爆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